那么坐在车内如何判断我们前轮与后轮的位置呢 第一面我们的车在遇到这种障碍物时 不会判断车轮位置 一不小心把车开进前轮 第一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车辆引擎盖 找一个咱们的这种障碍物 随便测试一下 咱们的车辆往前开 当引擎盖盖住咱们的前方马路压的说话 我们停车 然后我们下车看一下 此时我们的车头即咱们的马路压 至少还有四米的距离 无论你往左往右打满方向吧 我们都不用担心我们的车轮会掉下去 那么第二我们盯着我们的左右A柱夹角 把我们的车辆往前开 当我们的A柱夹角和前方马路压子主播重合以后 我们停车 大家可以下车看一下 此时我们的车头即前方障碍物的距离 至少还有三米 那么也是一样的 我们往左或者是往右打满方向盘 都不用担心 我们的这个车头脚会刮蹭到马路压子 或者说会车轮会掉下去 第三我们盯着我们的后视镜下沿 把我们的车辆往前开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我们的后视镜下沿 和我们的这个马路压子 或者是障碍物重合以后 我们停车 这个时候大家也是可以下车看一下 此时我们的这个车头即前方这个壳至少还有30厘米 那么这个距离也是非常安全的 那么第四点就是我们方向盘对应过去的点 大家可以记一下也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开车的时候 就盯着我们的这个点 把我们的车辆往前开 当这个点和马路压子重合的时候 来 让我们往前开 开到它重合的时候 我们停车 然后咱们可以下车看一下 此时 那么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前轮的极限位置 大家不能再往前开了 对不对 如何判断车位 以障碍物的激励 首先我们可以看前车门把手的后沿 把我们的车辆往后退 当我们前车门把手的后沿 后方张握底部重合以后 我们停车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后沿的这个位置和它重合 那么咱们可以看一下 此时我们的这个车位 即后方车辆的激励 至少还有一米五 那么我们继续把车往后退 刚才看到是前车门把手的后沿位置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看我们的后视镜下沿的位置 也可以说是前车门把手的前沿位置 把我们的车辆往后退 咱们可以看一下 推到我们的这个下沿 和我们的这个障碍物底部重合以后 我们停车 然后咱们可以下车看一下 此时我们的这个车位 和后方障碍物的距离 是不是就是三十零碍 那么如果你还想精准判断 我们这个车轮也沾物的位置 那么我建议啊 大家来在我们的这个后视镜上 已经装上一个咱们的这款 这种小眼镜啊 然后把它调到 能看到后车轮的位置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再把车往后退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就能在咱们的这个小眼镜中 大家可以放大看一下 精准看到我们后车轮 与咱们这个马路压子的距离 是不是啊 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后轮刚好压在打仗 咱们在后视镜中看到了 如果你不先不自信哈 那么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再下车看一下 咱们可以看一下此时 就是我们后车轮的极限位置 我车哥 如果这些判断车机的方法 对你有一点点耐住 那么去用一遍 回来帮我点个赞 分享一下